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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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射编慢的景象 全是今生的向往 许愿灯上 情数两行 可心生怕你遗忘 夕阳把影子来唱 朝着你来时的方向 相思融化 千年才释放 时光太漫长 何不卸下伪装 你就是我甜甜的汤 甜甜的汤 探索时光 你唯一的强盛 唯一大天是什么夕阳 吻在你脸上 不想要对你说谎 还有漫长时光 你就是我甜甜的汤 甜甜的汤 漫长时光 你唯一的江山 也许是那夕阳 吻在你脸上 不想要对你说谎 还有漫长时光 欣赏 我这是在哪儿 这是在我们的房间 你好好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我就叫服医过来 奇怪 这个房间 怎么感觉挺熟悉的 女人的衣服 还有胭脂首饰 这个花衣男 表面上装得对陆月儿念念不忘 实际上 房间里应该经常有女子出没 女人的东西 背得倒是挺齐全 原来大小姐今天还找过盈盈呢 殿下 并非我有意找茬 只是盈盈姑娘 与我先帝席实在是太小 我还是有一些 了解 了解 那大小姐查验出什么没 没有 应该是我太多疑了 看来盈盈姑娘 与陆月儿确实无关系 但是照目前这个情况 恐怕花道主对盈盈她 实不相瞒 本皇子对盈盈 倒有几分心思 所以打算 这次回宫之后 便娶了她 六殿下您不用担心 一南她不会跟你抢人的 大小姐您也不必慌张 如果花道主对盈盈也是真心有意 我愿意跟花道主公平竞争 我也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事情 却为难花家 这是茶 这可是在花间岛喝不到的东西 大小姐 您近日睡眠不好 还是别喝茶了 我就喝一口 一个下人 怎么管起主子来 好 殿下 江妈妈是我们母亲嘉宁公主 生前的贴身宫人 从小看着我跟一南长大 所以对我们比较关切 原来江妈妈之前也是宫中之人 好 好 难怪如此谨慎 殿下您误会了 老身只是担心大小姐的睡眠而已 喝一口不碍似的 奶和茶相容 香甜而不腻 好喝 这是洋奶茶 之前我在边境之国 做质子的时候 从那边学的 是 六殿下为过受苦了 这种经历 也不是什么不能说的事情 大小姐不必为我尴尬 来 虽然你我近两年未曾见过面 我可是一直关心着大小姐 和花岛珠 是吗 大小姐难道不知道吗 家宁公主在未出嫁之前 在宫中与我母妃是质友 只可惜天度红颜 二人都早早隐蔽 原来还有这段渊源 母亲在世的时候 经常跟我提起宫中的荣华 但却很少说起宫中旧友 六殿下 您的母妃是 宁品 好 江妈妈 您一直陪在母亲身边 您可知道母亲与宁品的往事 时间久远 记不真切了 江妈妈 您的记性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差啊 之前母亲的大小事 您不都记得一清二楚吗 嗨 这是 这是 年纪大了 有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 江妈妈 您 您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啊 我 我 我身体有些乏累了 我身体有些乏累了 我就先回去休息了 那我陪您一块回去吧 我还准备今日跟大小姐好好聊聊呢 但是江妈妈她 好 玉峰 送送江妈妈 是 江妈妈 请吧 来 帮你帮你 玉峰 殿下请 盈盈 服役带来了 我已经没什么事了 让她回去吧 这 盈盈 你真的不用服役看看吗 我自己的身体我了解 走了 这 大小姐 您回来了 嗯 江妈妈呢 她歇下了吗 没见着 应该睡下了吧 江妈妈最近身体有些虚弱 平儿 明日你交膳房多做点补汤 给江妈妈补补身子 好 大小姐 岛主回来了 在屋内等您呢 来得正好 省得我去找她 阿姐 花刀主眼中居然还有我这个阿姐啊 怎么着 这会儿有时间过来 不用继续陪您的小厨仙了 阿姐 小厨仙就是月儿 我不管她到底是谁 这个女人 你不准招惹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今日我与六殿下畅谈许久 她和我直说了 想娶小厨仙为王妃 什么 花以南啊 你还真的准备跟六殿下抢女人吗 主上 您今日何必要告诉花语们 又去营营姑娘为王妃的事 万一 花以南之难而退 她若这么没种 我倒也好对付 倒也好对付 今日花尖阁准备了部分收盐菜品 盈盈 你若有兴趣 我带你去试试 本皇子也是要去花尖阁试菜的 看来花岛主要独自乘车了 看来花岛主要独自乘车了 花一南已经相信我就是陆月儿了 很好 接下来 我要你说服他 让你参与做寿阴 嗯 还有 藏书阁内院的暗阁里 有一个金凤锦囊 你找机会把它拿穿 金凤锦囊 那里面有什么 盈盈不需要知道这么多 是盈盈多嘴了 一定不负殿下所托 好 幸福六殿下 六殿下 盗主 免礼 殿下 菜品已准备妥当 好 你们说 那个小丑仙到底是不是盗主夫人 长得一模一样 不过他刚刚是跟六殿下一辆马车下来的 不错 画道主 今天这几道菜各具风味 不过整体呢 却有一些清淡 虽然说父皇喜欢清淡 但到时候一同前来的 还有圣后妃嫔和几位大臣 众口难调 那你吃了 要吃了 热味 是 你吃了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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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让所有人都满意 恐怕难以做到 难处臣 你可有办法 恕臣无能 殿下 我倒是有一个小主意 言议您说 这些酱料味道各有不同 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自取蘸料 也可直接食用原菜 音音还是你的脑袋灵光 谢殿下夸奖 不过是些小聪明罢了 够不到了 看你怎么疯狂 盈盈 谢花道主 我 殿下 您尝尝 谢谢盈盈 好 可以 酱料入味各有不同 盈盈 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谢殿下夸奖 谢谢盈盈姑娘的支持 但是 到时候 我多备些酱料 放在寿宴上 能为圣上寿宴掠进绵薄之力 是我的荣幸 只可惜 我不能亲自参与烹饪圣上寿宴 扬名立万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人筹备 殿下 不知盈盈可否 花间阁筹办寿宴是陛下的旨意 我也无权干涉 盈盈 我带你过来旁观 已经是我的跃拳之举了 是 盈盈不敢让殿下为难 不过你放心 想让父皇尝下你的手艺 也并非难事 等未来 你成为了我的妃子 我亲自举办演戏 邀请父皇前来 到时候你可以大展身手 不必等未来 盈盈姑娘 若想参加寿宴烹饪 现在就可以加入花间阁 这 道主 进入花间阁是要经过考核的 今年考核期已过 花间阁实力为尊 能力强者自然可以破例 在座的 有谁不服盈盈吗 小初仙厨艺绝伦 那日踢馆获胜 我等心服口服 盈盈 你觉得如何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 谢谢花岛主和各位 对于盈盈的支持 不忙谢 虽然花间阁可以破例收你 但也不能成为 你踏过即丢的炼脚石 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花岛主请说 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圣上寿宴结束之后 你不能离开花间阁 必须在这里效力两年 盈盈 你可否答应 你要他留下来 这怎么可以呢 我答应便是 寿宴结束后 你和花间阁 恐怕都不复存在 随你 今天试菜就到此为止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无论如何 我是非常感谢 你把他带过来的 凤凰非无同不欺 有时候也会在别的树上评论 不过 那也只是短暂的休息 良秦择目而亲 若是其他树上更舒服 凤凰自然会留下 花某还有事 恕不远送 我有话跟你说 你刚才过于冲动了 这不像你 他确实有资格做圣上的寿宴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事 黄一南 你是不是把对月儿的感情 转移到汤盈盈身上了 这汤盈盈的身份还未查明 或许 他并不是 汤盈盈就是月儿 你怎么如此确认 如果是 那他为什么不肯承认 我已经验证过他的身份了 我问清了他的来历 两年前他落海被救 丧失了记忆 大夫说 是商船上的人 在海上救了我 偶然的机会 被云游四方的金掌勺相中 他说我有厨艺天分 便收我为徒 取名为汤盈盈 还介绍我与六殿下认识 再后来我出一学城 在京城踢馆没有对手 原来是这样 太好了 月儿还活着 可惜他忘记了一切 人没事就好啊 想不起来也罢 那我和月儿可以重新开始 但恐怕没那么简单 先不说宋宴把月儿带回来有何用意 想出现如此聪慧 你也跟他核对过陆海的信息 他定然能猜出自己的身世 但他现在还以汤盈盈的身份自询 显然是不想做回陆月儿 不管他以哪种身份 我对他的心意 永远不会变 你还真是情路坎坷呀 情路坎坷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出来吧 抱歉 我 都听见了是吧 月儿大难不死 我也很开心 先不要胜肠 是 不如趁现在搞清楚藏书阁的位置 都住 列队 好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了 今日起 汤盈盈作为特聘掌善 加入我们花间阁 清夏斋是炎制寿宴的队伍 日后你便是他们的一员 只要是为寿宴需要 花间阁的人手和食材 你可随意调用 好 准备寿宴是目前最紧急的事情 从今日起 我每日会在花间阁办公议室 以便监督 是 我的议事厅 在后院的东侧 你有事可以随时找我 没事也可以找我 大家都散了吧 是 我现在要去前台算账 可否劳烦杜上司 替我陪盈盈去一趟库房 取些国产道具 我现在指示吧 好啊 我知道你们需要聊一聊 那盈盈盈啊 你跟我来吧 嗯 你再试试这把菜头 好 杜上司给我选的刀 用起来还真是顺手 就像是用惯了一样 这个厨具是月儿以前用的 她出事之后 就一直搁在这儿了 陆月儿 那为什么把她用过的刀具给我啊 放在这儿生辉着实可惜了 她们也需要新的主人 你用这儿衬手给拿去吧 没想到 我和陆月儿对厨具的喜好 还挺一致的 其实 华一南跟我讲过 你失忆之事 我知道你是谁 虽然失忆了 但是还没有忘记 做菜的本事 六殿下说 就是因为我厨艺好 才选我做了陆月儿的替身 我换脸失忆后 居然也还会做菜 看起来 人一旦学会了某种技能 即便是失忆了 也还能用 那你不好奇自己的过往吗 对我来说 过去只是过去 我已经习惯了做唐盈盈 不想改变 果然 不过好兄弟一辈子 我会一直挺你的 杜尚司这个人 还真是讲义气 跟你做朋友 应该是挺不错的 不过 我还真有件事情 想让你帮忙 你说 这花间阁这么大 从后厨 到这库房来的有些路 我都已经记不清了 不如 待会儿你带我四处逛逛 熟悉一下环境 当然可以了 对了 这个 是花间阁的路线图 你可以看看 这藏书阁是做什么的 怎么还标了个叉呢 藏书阁收录了各式菜谱 你要查阅的话可以去外宅 那院嘛 是花间阁的禁地 禁地 对 从前是由严老头把守的 所有人都不得进入 不过半年前他去世了 就把钥匙留给了岛主 是吗 你想去看看吗 不了 不过 刚才看杜尚司找图纸的样子 像是很熟悉这个地方 不过我听说 这库房应该是交由苏管事管理才对啊 是 苏管事会定时来库房清点货 这会儿一个人干怪辛苦的 所以我竟然过来帮他忙 杜尚司人还真是热心哪 连清点库房这种小事 都要亲自来做 不过这苏管事也真是的 偌大一个花间阁 我居然找不到一个伙计来帮他点货 杜尚司 有些事情啊 还是坦诚些的好 走吧 我帮你拿 小心 那院吧 是花间阁的禁定 禁定 禁定 对 从前是由严老头把守的 所有人都不得接触 不过半年前他去世了 就把钥匙如给他捣住 花艺难会把藏书局的钥匙封在哪儿呢 看来夫人适用的不错 进入厨房之后 他会完全投入的 这是你要的食材 嗯 杜尚司 里面在忙 你去做什么 夸劳大家 这是什么 这个呀 大山楂丸 你看 他们这几天不断尝试新的菜品 名预付账 来给他们消消食 小小千 你 你没事吧 月儿 月儿好像有点不对劲 不 离开他的影子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他刻意避开重人 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 快要拿药 药 药在哪儿 小狗 小狗 善儿 来 你怎么样 好点了吗 没事没事 我这是为他救急又发 不然 倒是荆棘 也没发现影子 越来越严重 这药也怪没用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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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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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